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鑑于我们看到现时全球疫情持续严峻 所以香港的入境防控措施 是有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的 接下来我们会有四方面的措施 加强有关外防输入的工作 包括在採集检测的时候 採集方法 第二是指定交通 第三是指定酒店 第四是在检疫人士里面 加多一次的检测 採养的安排为了确保样本的质素 我们会在下星期二 即是15日开始 将採养的方法 由旅客自己自行去採养提供 深喉退役样本 改为由专人採养的烟喉和避康合併息子样本 我们为了强化外防输入的措施 减少旅客和本地社区接触的机会 我们会在现时现有的强制酒店检疫的要求之上 实施是指定检疫酒店 和指定交通安排 会在12月22日正式全面实施的 所有在中国以外其他国家地方抵港的人士 如果在12月22日零时零分之后 才办理酒店的入住手组 就必须在指定的检疫酒店进行检疫 第三方面就是 为了配合指定检疫酒店的推行 我们也会在12月22日开始 在机场和目前用作等候检测结果的中心 提供交通 直接将旅客送到指定的检疫酒店 而第四方面就是检疫人士离开酒店之前 卫生署会安排人员 也会再给一个样本收集平 让他们在抵港后第19天 就是采集样本 也都是交回去指定的地点作检测 这样做都是为了尽量确保 即使在极罕有的情况之下 病毒的潜伏期是超过那14天的检疫期 我们都不会说有流氓之余 我们目前是安排了36间酒店 成为首批的指定检疫酒店 提供大约12000间的房间 亦都是分布在不同的区域 是被旅客去选择的 我们对指定检疫酒店是有严格的要求 第一就是所有指定酒店都已经由相关的部门 进行那个的核查 符合防疫的要求 酒店在这个计划期间 是不能够接受非检疫客人的入住 换句话说 就是整间酒店都是用作接待检疫的旅客 亦都需要加强清洁消毒检疫和保安方面的安排 亦都需要安排酒店职员 每14天接受这个病毒测试检测 我们都会派出一个专责队伍进行监督和巡查 确保这个计划的运作是顺利 和协助酒店在这方面的工作 快来订阅通事 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